希特拉56歲時自殺身亡 地點在德國的柏林 那條街叫做Indian Minister Garden 的街尾 現在變成一座民居的大廈停車場 六十多年前有人放鮮花在拜祭希特拉邦 但他是殺人狂魔,蘇聯和德國 於是把這地方炸平,變成停車場 1940年,這裏有兩個地牢是相通的 我們那一早九點半去到遊人稀少 只有幾個同胞在那裏 德國人知道這裏是第二次世界大戰 很重要的位置,一個地標 但他又想低調處理 於是唯一就是在這裏立了一個牌 很詳盡地解釋這個地牢的構造 這個地牢在地底30呎深 然後屋頂有十三尺鋼根水泥頂住 所以盟軍二千磅的炸彈都炸不穿 1945年4月30日 蘇聯軍隊已經打到柏林市郊 然後還有一公里便入城 希特拉知道大勢而去 他不想兩夫妻被蘇聯人生琴 於是在這房間選擇了食山埃 吞槍自殺 他一組吩咐士兵準備幾桶的電郵 將他們兩個的屍體抬出地庫的天台火化 那時大約是下午三點 他們兩個人的屍體燒了兩個多小時才燒完 到第二天 蘇聯的警察來到地庫和希特拉焚燒的地方 搜集證據 證明希特拉是在這裏自殺的 於是一代魔王從此在地球消失